看 这就是他们花夏人 我们钢野先生为了他 不出诊的规矩 亲自到花夏来看病 而他竟然还拒绝为钢野先生看病 他们花夏人太可恨了 小野激动地叫了起来 你叫小野八次郎吧 叶好轩问他 不错 我就叫小野八次郎 我觉得你父亲的性能力应该比较差 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像他那样 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给你取这个名字 叶好轩调侃地说 周围的医生护士越来越多 这句话外国的记者听不懂 但是花夏人都听懂了 众人轰的一声发出了一阵哄响 小野惊同华夏语 他瞬间便明白了叶好轩话里的意思 他的双眼瞬间变得赤火 他吼道 八哥 你们花夏人素质太低了 我要把这件事情在国际上曝光 我要让全世界都认清你们花夏人的罪恋 我感觉你应该有病 叶好轩一本正经地说 八哥 你才有病 小野恼羞成怒地说 我说真的 你这个病的名字就叫做阴阳失调亢奋症 也就是说 你拥有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特征 白天你是公 晚上你是瘦 用你祖宗的名声发誓 你敢说我说的不对吗 叶好轩继续道 我 小野语色呀 我国人不会乱用自己祖宗的名声发誓 况且叶好轩说的又没错 我现在不能准确地定位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小野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现在就切服自尽 叶好轩又道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要杀了你 小野恼羞成怒地尖叫道 Oh my God 作为移民民意 你不能这样践踏别人的尊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 我现在对你的人格有很大的疑问 一名外国记者看不下去了 对 每个人都有尊严 每个民族同样有尊严 刚才小野侮辱我们的民族 所以我把它列为黑名单 我对沃国人并不仇视 华夏和沃国之间的民族仇恨 也不是不能解开 沃国人口口声声说自己热爱和平 口口声声说中俄友好 但是 他是怎么做的 叶好轩向小野一直道 这个人 骂我们华夏的穷人是贱民 骂我们是病夫 活该看不起病 对于这种侮辱我们民族的人 我为什么要为他治病 你 你胡说八道 我们沃国向来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绝对不会骂人的 小野争辩道 好吗 我这里有一份视频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是换了你们 你们给他们治病吗 叶浩轩手一挥 一边的一名保安拿出了一个平板电脑 播放了里面的一个视频文件 那视频中小野嚣张的态度和话语 清清楚楚地传了出来 我们老板的身份尊贵 不是你的眼前 这些贱民们可以逼的 你这个话下主 如果你想坐牢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称全你 八哥 你们这些病夫 视频中清清楚楚地显示出 小野 那丑恶嚣张的嘴脸 不得不承认 刚才那名记者 专业十分的老道 尽管用的是手机拍的 但是他拍摄的视频 不管是从效果还是从角度上 都能媲美专业的视像机 我国的一群人脸色狂变 尤其是小野 脸色仗得像是猪肝一样 哦 天哪 这是小野吗 是他太可恶了 明明是他想侮辱别人民族的 换了我 也不能原谅 对 不可原谅 一边的记者看到了视频上的内容 纷纷凑了什么 小野和港上的脸色 瞬间变得十分的精彩 他们原本是想把事情闹大 搞臭曙光医院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叶浩轩 竟然还留有后手 不 这不是真的 他们是陷害 陷害 我们卧国印象是一个很友好的国家 小野无理地叫他 小野 视频也能作假吗 一名卧国的本土记者鄙夷地看着他 我们的国人是有素质 你刚才的形象已经不配 做我们大和民族的人 叶医生啊 事情不宜闹大 我们现在跟卧国的关系有些微妙 这次跟来的外交部工作人员上前道 不好意思 十分钟前这份视频 已经传到了各大网站了 甚至世界各国著名论坛上都有 卧国人找来了这么多的记者 不就是想把事情闹大吗 那好 我成全他们 叶浩轩淡淡地说 那名处理外交纠纷的工作人员脸色一变 连忙拿出手机 跑到一边去打电话去了 现在的网络上已经彻底地翻天了 华夏和倭国之间的民族仇恨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抹平的 军事故技重施 施展出黑人绝解 各大网站论坛上 都被强制性地挂满了这个视频 对于视频中的小野 网民们骂声一片呢 而叶浩轩干净利索的那一拳 让网友拍手称绝 尤其是最后说出 窝国人看病需要一意诊金的条件 更是让网友心中大爽 大叫唱 叶浩轩的微博上 瞬间多出了几千万的粉丝 这些人纷纷力挺叶浩轩 一时间关于曙光医院的不利舆论 几乎是成一边倒的姿态 八哥 小野 你这个混蛋 钢野井上愣了半天 他转身愤怒地抽了小野一耳光 立声叫道 混回去 我们大和民族是最有素质的民族 怎么会出现你这种人渣 你这就是在给我们天荒脸上摸黑 小野作为岗野井上的幸福 他当然知道这是岗野 给自己找台阶下 虽然闹这么轰动 请来各大主流媒体 都是岗野找来的 但是事情出了天差 自己只好默默地 作为替罪羊了 叶医生 我带我的手下 向你刀切 因为我之前没有弄清楚事实 所以造成了一些污秽 请你良解 岗野井上上前 向叶浩轩 鞠了义工 这家伙倒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物 叶浩轩淡淡地一笑道 每个地方都会有些人渣 所以岗野先生 不必放在心上 我这次来花夏 就是来求仪的 希望叶先生 能够补给牵线 帮我治病 岗野诚恳地说 不好意思 我不能给你看病 叶浩轩淡淡地说 岗野傻眼了呀 他已经把姿态放得很低了 没想到叶浩轩 还是拒绝为他治病 这让九居上尉的岗野 有些不习惯 他耐着性子说 叶先生 我想我们之间的污秽 没必要闹成这样吧 我来花夏 可是为了投资的 投资 你就是那个芯片商 叶浩轩微微地一争 不错 我们港野集团 就是以芯片出名的 港野井上提到自己的产业 脸上露出了一丝自得的神色 好 好的很 叶浩轩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原来父亲说的窝国人就是这个家伙 看老子不玩死你 之前因为你手下的态度 我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 所以你的险病 还是另请高明吧 叶浩轩淡淡地说 我的手下确实是和你有些污秽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次来花夏投资 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 港野井上的话语里 带着一丝威胁的意味 他无非就是要告诉叶浩轩 他们是外宾 是来投资的 你们这里的关都要巴结着我 所以你最好老老实实地给我治病 不然惹老子不高兴不投资了 你就吃完兜着走了 这跟你被我列入黑名单有关系吗 叶浩轩诧异地说 我说过 凡是进入我们曙光医院黑名单的人 一例不予接诊 我一向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不过港以先生的身份特殊 规矩是人定的 也不是不能改改 港野井上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他知道以自己的身份 叶浩轩不可能真的拒绝给自己看病 华夏人就是软骨头 寻思着要通过外交 向叶浩轩施施押 医生 你不会真的要给这鬼子看病吧 一边的病人问 就是呀 你没见他之前的态度吗 让他爱找谁找谁去 另外一个病人问 我理解各位的心情 但是由于我们医院 大众收费价格 只有其他医院的三分之一 所以医院一直属于亏空状态 现在有人送上门来 我不赚一笔 医院怎么开得下去呢 听到叶浩轩这句话 这些人漠然不语了 他们知道叶浩轩说的话是事实 虽然曙光医院的收费标准不同 称得上是劫富济贫 但是接着的贫民是越来越多 医院一直是属于亏空状态 叶医生 你不会真是要一个一美金吧 岗爷的脸色有些难看了 不 我不会 叶浩轩摇摇头 岗爷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 但是没等他松一口气 叶浩轩又到 岗爷先生是被列入黑名单的人 要我治你的病也可以 你要出十亿 十亿 在场的人不由自主地 抽了一口冷气 这药价也太狠了吧 但随即在场的人都兴奋了起来 他们要看看这窝果人 会不会真的出十亿来 十亿美金 岗爷的火气蹭得上来了 我说的是欧元 叶浩轩一文正经地说 叶先生 你不会自负到你的医术 是天下第一的境界了吧 岗爷耐着性子冷冷地说 事实上 目前的医术上 确实没有医术比我更高的人 你见过不用移植骨髓 就能治好白血病的医生 你见过能够彻底治好 癌症中期的水平 也就是前不久 我治好了一个晚期尿毒症的患者 他现在就在医院 叶浩轩淡淡地说 港爷张大着嘴 他不敢置信地看着叶浩轩 陷入了震动之中 你的病 严格说来不算病 而是受到了和服事的污染 叶浩轩淡淡地说 港爷说不出话来的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震撼 他颤声道 你怎么知道 我之前并不知道你们港爷集团 但是我的手下刚刚发来了一份 关于你们集团的资料 叶浩轩拿过一边的平板 翻着上面的资料 这份资料是军事刚刚发给他的 你们港爷集团走的是科技的路线 你们曾经投资过核能源 但是在几年前的地震中 你们核能源实验室发生了核泄漏 当时除了你之外 其他的六名研究人员全部死亡 而你的皮肤也受到核辐射的污染 每隔一段时间 你的背后就会生出像牛皮选一样的东西 起氧无比 每次发作起来 你都恨不得把自己的骨头抓烂 对不对 叶浩轩的话让港爷愣住了 他吃惊地说 你怎么知道 母村说他没有向你介绍过我的病情 你是这么知道的 你不知道叶医生看病可以不准卖吗 旁边刚刚成为叶浩轩粉丝的一个小护士 不懈地说 你有后的办法没有 港爷想起他的病症发作时 生不如死的感觉 他就想一头撞死 旁人或许无法理解 那种因为辐射后而变异的牛皮血 有多厉害 港爷的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 每次发作起来那种渗到骨子里的起痒 让他恨不得马上死了才好 而且他的病是间歇性的 发作的时候他背部的肌肤就像烂肉一样 一碰就会破 所以每一次病症发作的时候 一群保镖都要死死地按住他 不然的话他会把自己的背部抓得稀巴烂 当然 只要经过我的治疗 不出一个星期 你的病一定会好 所以你不妨考虑考虑我的条件 叶好轩淡淡地笑了 只要你能治好我的病 我可以答应你的条件 港爷丝毫没有犹豫到 当然这只是条件之一 叶好轩微微一笑 你很有条件 都可以以此性地踢出来 我尽量地满足你 我听说你们在华夏 以技术入股一个芯片公司 叶好轩终于扯到了正题上 不错 时有这回事 协议还没达成吗 我是个华夏人 我希望八二分成 叶好轩不怀好意地笑道 嗯 我们打算的利益分成是八二分 刚也点点头 我们吧 你二 叶好轩淡淡地说 这不可能 我们刚也的芯片技术是最好的 这样我们会亏很多的 刚也警上马上激动地说 我没有强迫你 我只是在开条件而已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可以拒绝 叶好轩淡淡地说 你们有很多技术 我承认华夏比不上 但是华夏的中医 你们同样也比不上 如果考虑好了 明天可以来找我 叶好轩说着转身离开 只是他不知道 自己这一次彻底地出名了 现在各大论坛上 都在热议网上的那个视频 网友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呀 紧接着 叶好轩起死回生的医术 以及治愈白血病 和中期癌症的事情 被传得沸沸扬扬的 他被称为华夏中医史上 最年轻最牛气的当代医生 对于叶好轩那种逆天的医术 有些喷子们心存质疑 说那种世界医疗协会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用中医不可能解决 这个人完完全全就是炒作自己 后来有人把瑞典皇家学院的 新闻截图 叶好轩彻底治愈白血病的事情 是铁一般的事实 而且瑞典公主 以及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尼尔松 回到瑞典以后 特意发布了一场医学交流会议 一向对中医有偏见的尼尔松 阐述了自己在华夏的所见所闻 并且当着瑞典皇家媒体的面 向中医道歉 这件事情一度引起蝴蝶效应 叶好轩的事情激起了一阵中医狂潮 一些向来认为中医不能治病的人 在生病的时候开始慢慢的相信中医 接受中医 更激起一些人拼命的学习中医 而且叶好轩提出来的中医 应该是从小学习的事情 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 有些家长呼吁国家尽快的通过议案实施 而且他们对中医课程中 那门养生的气功比较感兴趣 叶好轩提出这种方法的时候 说过这种气功可以意气健体 一方面为以后打基础 另外一方面可以让孩子的身体免疫力 远远的高于同龄人 现在的孩子一个感冒发烧 就要去医院掉几天水 花钱是小事 但是孩子生病 父母看着心疼啊 所以孩子的免疫力如果能提升的话 那是最好不过 叶好轩看呼声很高 他索性把准备作为中小学生课程的气功 传到了论坛上 短短的一个小时 下载量就高达数千万 叶好轩所编写的这种气功 是针法入门 简单易学容易掌握 虽然达不到很强的效果 但是确实能让孩子的免疫力大大的增强 欢机的时候大大的减少生病的几率 就算是偶尔有感冒症状 稍微用点药就好了 这些都是后话 晚上叶好轩来到了父母的住处 母亲在厨房里忙活晚餐 她就和父亲在一边有一搭没搭地聊着 哎 今天的事情你有些冲动了 叶庆尘谈道 我知道 可是气节不能丢 如果再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这样选择 叶好轩淡淡地说 虽然冲动 但是你做得不错 叶庆尘赞许地说 我国人一向自负 这次让他们知道厉害 爸 合同没谈论吧 没谈论 港野家族的胃口太大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叶庆尘摇摇头 我会让他松口 毕竟他现在有求欲望 叶好轩微微一笑 叶庆尘一争 他这才想起来 港野来华夏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求叶好轩治病 他摇摇头道 病是要治的 而且你不能拿 合同的事情威胁他 这样容易让他抓到把柄 爸 你就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相信今天那小子 一定求着你签合同 我说的利益同样是八二分 我国八成 我国二成 叶好轩笑道